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经专家黄世聪黄总监 总监上个礼拜五川普签署了备忘录 确定美中之间的贸易大战开大 中国大陆也针对了钢铝的部分 反制3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 要科增15%到25%的高关税 后续其实还在持续当中 因为美国这600亿的产品的1300项 细目还没有出来 而中国大陆又会针对这个部分 回击哪些的产品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台北股市接下来要怎么办 对 我们看到说事实上 以今天来讲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压力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如果我们看到 不只是上个礼拜四的 美股盘中中错 礼拜五的话 美股还是续跌 那我们看到说包括说像道琼 跟这个S&P 几乎是创了这个二月股灾以来的 收盘价的新低 那再加上说像这个 一路以来比较强的像肺半 这一波之前创了新高之后 他在这一波的回档过程中间 他现在已经跌破了季线 那约末是在季线跟半年线中间 那这个纳斯达克是跌破了季线 现在是来到了半年线 约末是7000点左右的位置 那整个指数看起来都不是很好 你可以看到包括亚洲市场 日本股市已经创了 跟澳洲股市今天刚开盘 又创了这个破断的新低 所以就全球股市的气氛来说 并不是很好 那当然美国损伤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中国大陆的这个包括说A股 或是整个B股 整个上阵 或是整个深圳 其实股市都已经是创了这近一个两个月来的新低点的位置 所以就目前看起来的话是 似乎是全球都在担心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贸易战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像这个对台湾股市的指数怎么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夜盘的部分 在整个我们的台子的夜盘 在上个礼拜五的夜盘 跟随美股盘中跌了102点 大概换算成 跌了0.95% 对那如果是这个SIMEX的这个摩台子的话 是跌了3.6点 那是跌了大概0.9% 所以今天的影响大概是在0.9%到0.8%左右的这个位置 刚开盘的时候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会有一点点往下压抑跟震荡的一个格局 不过大家可以明显的发现到说 其实在这一波的全球股市的震荡中间 台股居然是耐胜力是非常强 我们也必须这样讲 全球股市都已经大概已经都是非常弱势 有的是在半年线 有的是在年线以下 有的甚至跌破所有的均线 但是台北股市目前的架构 它是刚跌破季线 但是是在半年线左右震荡 所以以台北股市的格局来说是相对全球比较强的 所以我觉得当然还是今天还是会往下震荡 但是我觉得目前台北股市的格局 就目前来看的话 外资卖超的幅度也没有比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高 那主要我觉得是因为台北股市的整个的这个股息之利率 或是整体的本益比来说 其实还涨得还蛮有这个 就这一波的回弹的话 不算很高 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 台北股市反而具有相对抗跌的这个力道 那当然了 因为目前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贸易战 到底会影响多大 目前还很难评估 包括说像美国的这个财政 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官员也讲嘛 贸易战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逼美国 逼中国大陆要上谈判桌 再来继续跟谈判桌要求 再跟中国要求一些 包括贸易上的优惠等等 所以我觉得就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有一些转还的空间 虽然说目前美国跟中国 双方似乎看起来立场都很强硬 但是私底下 他们应该也都不希望 这个贸易战开打 因为毕竟贸易战开打的话 对两方都是损失 那尤其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如果真的被这样子 苛征的关税的话 当然对 如果表面上是对中国大陆 当然损失比较严重 所以我觉得就目前来讲的话 双方应该是 有在进行一个协商 那协商之后来说 我觉得倒未必一定是 像大家看的那么的悲观 因为就过去的历史的经验来说 也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开打 贸易战的这个经验 所以我觉得短线上 的确会弥漫一种所谓避险 跟这个包括说像这个 先卖股票的这种气氛 但是我认为说这个是 发生的几率是 其实应该 发生再更大规模的几率 应该是不会太高啦 所以我觉得可能往下 我觉得还是可以 适时的这个承接一些股票 应该还是 应该是还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往下 要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其实才是适时的 那么减一些的状况呢 我觉得像 以现在的格局来说的话 再往下 因为我们现在 上一波的这个股市大跌的过程中间 是跌到年线附近就止跌 而且年线以下 是拉了非常长的这个下影线 那我们现在年线的位置 是在10,496点 如果往下的话 最差 我觉得大概还有300到400点的这个位置 就年线附近应该是可以支撑的 对 应该就这个上一次的这个年线 已经发挥到非常强大的支撑作用 因为就目前的年线来说 年线是个往上的 那尤其是包括说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四大棋子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在往下的空间也是相对 我认为相对也是有限 譬如说像道琼 道琼下面的话 还有一个往上的年线 年线的话 约末在22,945点 所以其实往下 都慢慢的遇到了相对的这个支撑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 其实在往下的位置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利空消息 如果在未来几天获得一个疏解 或者说这个没有要开打 我觉得反而也有机会再往上回谈 因为就过去的例子 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 上个礼拜四还有一件非常重要 就是美国升息 那大家现在反而终于没讲美国升息的影响 都在集中在贸易战 对 因为没有料到真的 真的只开始这样子 对对对 那事实上如果以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就是以这个升息的初期 就是升息一直不断的升息的过程中间 其实升息代表 就是说美国的景气非常好 那美国景气非常好的时候 在升息的初阶段 其实股市也是 就过去的经验 股市是跟着升息的脚步 一路的往上升 走高 除非是说利息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 像2006 07年的股市也是非常好 然后一直到08年09年才被这个泡沫才戳破 但是那时候的美国的这个利率 是来到一个相对的高的位置 如果我们用美国十年级公债值利率来看的话 当时是来到了大概5%到4.5%到5%左右 那现在呢 现在美国的这个利率相对位置比较低 我们如果对比美国十年级的公债值利率 现在还是2.8%左右 所以显然还有一个位置 就是说你真的要到影响到股市的状况来说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就目前来看 美国的股市跟全球的股市 依然是一个中线的中期的多头行情 当然短期是一个震荡回档的这个状况 那如果我们从美股的角度来看 当时从26,616点往下跌 那个是A波 震荡之后 这一波是个B波的反弹之后 这一波是个西波震荡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波震荡完的话 或许是一个全球股市的一个中期买点出现 那对台北股市来说 我认为也是一个偏向是个中期买点 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所以往下一直越到这个年线左右 我觉得反而大家要开始准备买更多的股票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布局的心态 不过这样听起来好像还必须要先观察 美国什么时候止跌是不是 对 没错 当然 不过我觉得以美国股市来说 不出意外 如果以这个旧线论线来说的话 大概两三天之内应该就有可能会止跌 因为下面就是个年线的支撑 那我觉得短线当然是大家一直 因为不知道这个以前没发生过 大家非常担心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非经济因素 我会认为比较偏向这个非经济因素的这个部分 的利空袭子 那我觉得其实因为台股本身目前的确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可以发挥的空间 为什么这样讲 虽然如果看指数来讲的话 指数是杀了非常的严重 必须这样说 但是事实上你去看 很多股票 其实台北股市很多股票都已经修正 或是很多股票 甚至长线都会在低档的这个位置 除了外资立拱的那些股票 像台积电当然是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但是你去发现台北股市绝大多数 像我们之前 最近有这个媒体统计一个数字 台湾有百分之五十几的股票 其实股价低于二十块以下 也就是说事实上虽然说很多股票非常高 但是也有很绝大多数的股票 百分之五超过一半的股票 其实是低于二十块以下 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这个 因为那么多股票低于二十块 所以其实有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 你看最近起台北股市比较强的 包括说像生计股 之前根本都没有涨过 它现在一路往上冲 往上冲的格局里面来说的话 你看即使有利空袭击 对它也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它根本就长线 它未来长线非常低低低低的位置 低到不能再低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其实要分几个方面来看 那如果用现在的布局方式 我觉得第一个 苹果在这个礼拜又有新产品 那其实苹果的一些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 美国回党修正的过程中间 其实苹果股价还是相对比较强的 所以我觉得苹果一些相关的 像PCB像加联益 新兴 可乘 我觉得回党中间反而是买这些好股票的时候 另外一个低价股 我觉得可以值得大家留意 那低价股中间来说的话 如果你又兼具一些车用 或是一些其他的概念 譬如说我们上个礼拜 讲过3128的这个 这个深锐 它上个礼拜有上涨 但是我觉得以目前的股价的这个位阶来看的话 今年如果真的可以赚到2块 股价才16块 那是不是还蛮低的 所以你可以找这种 今年有一些转机的成分 那股价又会在相对的抵挡 那如果你觉得短线你要追强势股的话 我觉得生技股也是可以留意 因为生技股在这一波的主力 或是说整个投信法人认同度是非常高 短线上如果你要避开这个股市下跌的话 你可能就要先避开外资 因为外资会卖的股票 大概就是他认为可能会有这个贸易战影响 而且外资的减码有时候是看美国股市 所以我觉得这些这种所谓的外资概念 指数成分的概念股 你在短线上可能真的要避开 那在布局上面往低价的股票 我觉得可能就有比较多的表现空间 好的 这我们要非常谢谢财经专家 黄世聪黄总监 这贸易战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家小心应对了